零零当头,我是薇儿 自由高照,我是丑子 天马行空,我是鲁鲁 是,我们看一看中华圈的大小事 在中国广东中山三角镇 在之前就有一个迎亲活动 当然迎亲的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是非常热闹的 可能有做一些什么样的清典 放鞭炮等等 但是就因为放鞭炮 结果原本是大喜日子 就变成了一单白事了 是的,那么我们就是看到说 他们是在庆祝的时候 他们就把鞭炮就放在车尾后面 然后就一不小心在点燃的时候 就不小心把后面的所有的鞭炮 里面的白色的粉 都弹到了另外一堆的鞭炮上面 然后就开始点燃 过后呢,他们就已经是 就开始叫做逃跑了 就是已经喊逃跑 但是也来不及了 他们也,就是其中一个男生 他就掉,就已经跳出车内 过后到最后还是 不幸的就死亡了 所以在这个事件发生过后 有没有让你们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应该这么说 或者是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就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庆祝 就是因为鞭炮怎么说都是危险 就像我们在新年的时候玩的时候 我们也会特别的小心 那么你在就是一个大庆典的时候 你要点燃这些东西 我觉得应该要更加的小心吧 是不是应该完全禁止鞭炮的这个售卖和使用 但是你禁止了以后 他们以后庆祝的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因为这个鞭炮算是一种很传统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在庆祝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 都会在用的一个东西 这种说法就有不同的争议点 比如说美国说拥有枪支 是合法和非法 不应该拥有枪支这个问题 枪是本身也是 如果你说传统 枪也是很传统用来作战的一个工具 自我防卫的工具吧 对吧 那是不是应该拥有呢 其实我觉得鞭炮 它其实比较属于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代表性 它代表一个 我们一个中华民族 它从一个古字经 这样去庆祝一个节日 我们过年要鞭炮 我们喜庆要鞭炮 那如果你真的完全禁止了这个东西的话 那什么来代表一个过年呢 若今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讲 我们的科技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先进 然后小孩子都在家里玩手机 玩iPad这种 不如就是给他可能就是 玩鞭炮 大概过年的时候 玩鞭炮可以 可是要在父母的这些 其实我小时候真的是就是在玩鞭炮啊 这样子长大的 主要还是以小心为首父母要在旁看着 然后可能这些东西就不要就是太幸灾了或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如果说鞭炮你们把它扯上传统啊文化这些是吧 如果真正了解的话你真的要相信那些故事啦 比如说燃放炮族啊什么最早期它故事里头并不是放一些火药的 它放他们用的燃烧燃烧的这个声音 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呢是来自竹木这些等等 因为竹那竹子里面是有空气的吧 你燃烧过后它一它一蹦开来 它裂开来它就有那个啪啪啪啪这样的声音啊 那个相对安全多了吧对吧 那为什么一定要燃烧鞭炮呢 鞭炮是比较进这个火药发明过后 然后有一些人就把它制造了这一种这样子的玩意出来 研发了烟花鞭炮等等 所以它跟传统没直接关系的 它并不是直接关系 如果更早期根本没这个药火药的时候 它哪来的东西啊对吧 所以这个是人研发出来的一种 然后硬硬把它扯上传统文化这个关系 但你用久了它就变成一个传统文化了吧对吧 所以它其实不是不是这样子一回事 它本身拥有的是一个它确实有危险性 你问我是不是应该进烟花炮足呢 我本身因为我们是来自这种这种环境长大的 有这样子一个记忆存在 你说完全进了嘛 就是说你看新年的时候没这样子的东西 它多没气氛了对吧 我不会那么认同说完全进了 但是它并不是跟传统 不是跟直接传统有关系 而是我们自己的记忆有关系 而且再加上它是一个商业惨练 你知道炮足烟花这些是属于一个很好赚头的东西吗 走势炮烟花 你从过年的时候就跑跑步了 对啊 所以你说要进它不完全那么容易 那当然我还是想说 就是当我们在应用某一些东西的时候 或者做一些政策的时候 我们必须很多方面的考量 你不是说它安全是其中的考量 你就要这样子做 你必须民众他必须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比如说你在用这些东西 好我不敬你 但是你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确保不会再有事情吗 比如说如果我是政府的话 我搞不好可能会这样做 我可以公开给你们去用 但是前提是你不要让我知道 就是有报道说 又随便被炸伤了 被炸死了 因为这些炮足 只要有一单这样子的这个 我会马上把它禁止到完 因为你没有办法承诺 把这个东西用好 对吧 我觉得就好像美国 你拥有枪支 我觉得这是同样一个概念的 你如果能够承诺 很好的去应用 我当然不禁止 因为大家成熟了嘛 你懂得怎么应用这个危险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不够成熟 你造成不必要的一些麻烦问题的时候 你是给政府制造麻烦和问题 还有更多不好的这个声誉 我自然要禁止你啊 就这么简单 可是人都是在禁止当中 可是他们又硬要做了 就是啊 就是不成熟啊 我觉得 我给你一个危险的 就好像就 再解决几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给你一把刀 刀它是 你说它可以是用来切菜 用来很多很好的用处吧 它能不能杀人呢 它也能杀人 能啊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应用 这把刀和危险的东西 我觉得最主要 我给你这个责任 你要懂得怎么样 好好去利用这个责任 你用在错的地方 如果我是有 那个属于主导权 我有权力禁止你的时候 我就肯定会禁止你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你看 说到这个动刀 就有一则新闻了 这个新闻也是和动刀有关系 但是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 是的 就是在意大利 有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他的名字就叫做卡纳威罗 他就说他打算在明年的圣诞节左右 进行全球手中人类头部移植手术 就是说人的头和头交换 他选择在中国进行 为什么呢 难道是中国人要吗 是的 就是他第一个换头的那个患者 他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之前呢 就是一直备受关注的俄罗斯男子呢 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 而是这一次的那个中国人 哦 因为我记得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确实提到的是一个一名 应该是俄罗斯人 他主动提出他自己愿意成为这个试验品 对 所以换头手术是没有试过的 还没有 好像曾经用过在猴子身上 好像成功了 但是真正在人身上呢 是完全没有试过 他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人的思考的思想 这些全部是在脑部这一边嘛 只要你的脑存活的话 你就你需要的是身体 你怎么换都没有问题 概念是 就好像有没有看一部 这个电影叫RoboCorp的 知道吧 知道 就是那个警察 就因为他身体全部坏死了 就是脑没死 所以他就把这个人的这个脑 就移植在机器身上 结果让他存活下去 只是他这个记忆呢 还存在 他还有这个人的这个思维情绪等等 这个概念呢 就是对未来来说 这个根据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啊 他不是神经病 他是神经外科医生啊 因为很多人 你神经病了 你要换头怎么换 其实不是 他的思想 他的思考模式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人面对很多的问题 是在哪里 就是身体的机能退化 这身体机能退化 会让你衰老 然后同时你会很多病痛 有些癌症病人呢 他并不是 除非你是脑癌 那如果你 你颈部以上都没问题的话 是你颈部以下产生问题 那你是不是可以 找一个健康的身体 然后这个人可能刚好 搞不好意外 刚好车祸 还是怎么样 就意外 脑死了 还是心脏 暂时没跳动 身体其他部分都还好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头移植过去呢 他概念就好像移植心脏啊 移植肾脏啊 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他出发点是好的 只是 站在现今这个社会 有多少人能接受换头呢 我怎么听着听着 我越来越觉得像科学怪人了呢 就是那个 Franquistain 对 就是那个Franquistain 确实他有这种概念 因为科学怪人 他的那个故事里面是说 用不同的尸体的部分 把它组合成一个人 然后赋予他一个生命 但这是科学幻想小说了 对 但科学幻想小说很多时候 我们都常说 科学是因为你敢幻想 然后去创造出来的 把它印证出来的 那以后会不会有这种类型的科学怪人出现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一定不会 你看现在如果换头手术成功的话 它是一个在医学上 甚至是在人类历史上 是一个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一种 超大的一种 怎么说呢 它不是发明 它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非常伟大的一个贡献 我有在想过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是以这个手术 它如果真的成功 然后以后真的 换头手术这个东西 这个手术它是存在的话 那老年人 或者是其他人 如果他就 比较老年的 他一直就是不想死的话 然后就越来越多 老年人就是换一个身体 然后换一个身体 再换一个身体 那会不会造成一种 大自然法则 法则的这个 不平衡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发生 怎样不平衡呢 如果你想到不平衡 一个人 然后你就是越来越不想死 然后就变成 大概有点 越来越多人 不死人之类的 不死人 对就是不死人之类的 我首先 先没关注这个不平衡 我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 你的身体哪里来的 身体哪里来 对 你要换头嘛 换头意思就是说 他其实换头 并不是说 把这个人的头换掉 他主要的点是在于 这个活人的头 套在另外一个身体上面 对 所以那个身体哪里来的 他在死之前呢 他就 这个老年人 他在死之前 他就把他的头 换去给一个年轻人的身体 那个年轻人的身体 是哪里来的 那这个人的身体 是哪里来的 对啊 我正想问啊 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身体 哪里来 就是说 首先这个年轻人 必须有个头吧 你就不能 你不能clone 就是克隆一个身体出来吧 不可能吧 对不对 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那这个完整的人 难道他不要自己的头了吗 除了他自己 如果他已经失去了生命 那别说了 那就可能他从 这些失去生命的人当中 有那么多失去生命的人吗 如果这个手术成功 我反而想到是一个顾虑的事 今天有钱人多的是 有钱人可能不想死 那我就要找一个身体来 那怎么办 就是买一个身体 对 这个就是变成了一种交易了 就像有些地方 他卖肝脏 卖肾脏等等 他就变成是一种交易 可以买卖 有些人卖把这个儿童拐带出去 到底要怎么样 把他的这些器官都卖了 这种事在黑市里面是真实存在的 对吧 所以如果这个手术真的成功 证明了原来头是可以换在一个身体身上而存活下去 而那个人就这个身体就变成是那个头的主人 这个身体已经不是之前那个人了 谁是那个头 谁就是主人 你明白这个概念吗 所以变成身体是一个交易 是一个买卖了 并不是头是一个买卖 那这个是恐怖吗 你觉得 非常的恐怖 对我来说我听起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你能想象吧 我刚刚听起来都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我感觉就好像一个什么 一个鲨鱼少了一个鱼翅之类的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道德观念上 有没有办法去接受 首先先别说他能不能成功 其实成功了过后 在道德上 他是不是可以接受 那接受了过后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有你说的这个生态平衡一个问题 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再看一个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一个消息吧 转个焦点 那美国这一边呢 就有人就怀疑 他可能歪曲了这个中国防卫政策 是中国这个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居呢 周六就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妄加评论 虽然中国军事威胁 军力不透明等层次烂调 然后肆意就是歪曲中国国防的这个政策 因为其实这个五角大洲呢 周五就发表一个名为年度 中国军事以及国安全发展 这个展态报告 态势报告 他就说这个中国在南海和其他地区 扩张海上就是 势力下就采用这个高压战术 制造这个地区紧张情势 并形容中国多多逼人的 在日本海和南海争议地区 维护其主权胜索 然后这个中国呢 就反批评美国 美国如果不是抱着这个冷思维不放 有什么理由担心呢 他说中国在南沙 进行这个教导建设 除了满足必要的这个国土防卫需求之外 更多是为了这个民事需求服务 以更好的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 反而美国在 反而美国就平密地在 派用这个军舰机到南海 宣耀武力 口头说是这个航行 自由心理想的 四行十八全 你看啊 就是同这些事实上 如果你站在美国的角度 你在中国的角度 你会认为说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你什么都可以说得出来 但是你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你这个中国啊 就是强词夺理 什么都要把歪的说成直的了 你看这个南海的整个岛 这个主岛权呢 都还没有确定下来 大家都都有自己的这个争议点在说嘛 对不对 但是中国本身 你看他还言 这个大言不禅 你看美国是这样 可能会用大言不禅这个字来说 就是说你在 你还敢说你在南沙群岛 进行这个岛礁建设 是满足你有必要的国土防卫需求 而且还说是 民事需求服务啊 能够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 首先这个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 你就没有符合海牙法庭的一些判决嘛 你甚至不出席等等 然后再加上 你还说这个 你建设这个岛礁 你是要满足你的国土防卫 请问这个岛礁是你的了吗 你已经霸占了下来 你就说这个是你了 你还说满足国土防卫 所以你这个叫大言不禅 可能这是美国的这个角度的说法 所以我说这两个这样子的大国角力 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说辞的 你没有办法去发现谁对谁错 当然如果站在国际的角度来看 肯定还会倾向比较偏向美国这一边的 因为中国确实在某一个方面 比如说在南海这个这件事情上呢 他们确实是首先先占了那个地区 建了这个岛 然后甚至建了这个基地 就说这个是我们的地方了 中国的一个态度呢 就是一个先下手为枪的态度嘛 就说先建了这些东西 先做了这些东西代表这是我的 既然他不属于 暂时还不确定他是属于谁 那我就先建了 然后就代表是我的 然后美国其实 根据这个加拿大军事杂志 汉河防评论 防务评论的 就中国近年来 就是在南海新建这些土木啊 建机场的 目标其实就是要把美国的海空军力 就赶出这个南海 到时候若真的台湾跟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就没有办法从这里 这个增援这个台湾 可是这个加拿大军事杂志的 这个创办人呢就问了 就是面对实力悬殊的东盟国家 就有必要这么大非洲仗吗 其实不太可能打得起来啦 台湾应该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其实这场战是一个打不起来的仗 其实我们我相信中国人 我们相信我们华人 其实还蛮会算的 就以其去攻打他 倒不如就是其他方面 就是以这个超军事的这个手段呢 就弄垮台湾 比如讲经济啊文化啊 这些等等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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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